比起我的鼓励啊 我朋友圈里的大力哥 那可是受到了老板的鼓励嘛 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吧 今天看着老板开着崭新的宝马 在公司门前停下 我站在老板车前看了好久 老板也似乎察觉了我的眼神 对我说 只要你肯好好努力 发奋工作 到了明年这时候 我就能开上一辆更好的车了 老板 说好的心灵鸡汤呢 才熬好的鸡汤转头就给你倒了 一个悲伤的故事 老板说的有理有据的 老铁 没毛病啊 老哥 心情不好了怎么办 来我喂店看一看呢 这样的老板真是太坏了 哪有这么鼓励员工的呀 真是太过分了 大力啊 我要是你啊 我就故意偷懒 等到了明年这个时候 让老板的车越开越差 气死他 希望我的领导不会看这期节目 还是来看看我在微信群聊里 发起的话题讨论吧 今天的话题是 因为犯规 你闹过哪些糗事 说出来丢人 给老板发邮件 困得我把老板打上了老公 辣妹子心机挺重啊 你现在不会是老板娘了吧 工作时间困了 不知不觉怕着睡着了 老板站在我身后 用手碰了泡我 我以为是同事开玩笑 于是我说了句 把手给爸爸拿开 回头的时候 我忘不了老板的眼神 我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你的前任老板了吧 给朋友发短信 内容是 介绍你表妹给我认识下 然后因为困把短信发给了前女友 可以说是相当糗了 上班睡觉被领导发现 领导说你回去睡吧 然后我就真的被送回去睡觉了 这下可以睡个够了 上课的时候眼睛一闭一睁 班主任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想想都要下出心脏病啊 考试提前答完题目 趴在卷子上就睡着了 起来之后 发现答案全印在脸上了 有你这样的同学 做你父亲考试的人 应该挺开心的 没问题 还给我回个我 跳起之后 下呆irt啊 cover